乌克兰第二大城被乌军夺回 CNN记者直及哈尔科夫现况 沿途可见被炸到焦黑的车辆 还有来不及带走的行李洒落一地 俄军的暴行也再度摊在阳光下 CNN采访团队随后发现一辆遭乌军摧毁的俄军T-90主战坦克 不过他们在采访的同时刚好有一架无人机飞过 CNN记者当场起了戒心 尽管哈尔科夫已经收复 这里仍然危机四伏 同样在哈尔科夫这名女子在俄军的炮火下幸存 女子带CNN记者回到她被拯救的地点 哈尔科夫的政府大楼 她说当时她正提供水跟饼干给士兵 随后就看见一团火光 大楼爆炸后她被埋在瓦力堆中 虽然脸上受伤 不过还好搜救人员找到了她 战争爆发后 哈尔科夫许多学校都关闭了 地铁站成为老师临时的教学地点 根据这些教育 他们开始关注历史 帮助他们的主要抑制 因为现在有战争 即便在地铁站上课不像在学校一样方便 但这群小孩在炮火声中没有中断学习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